我们经常说党的文化把大家伙脑子关给洗了 很多人就觉得怎么说都门不清 说根本没洗我们有独立的思考 网上我们就说说中共反腐的过程当中 和把这些腐败的官员给打成节下之秋的一些做法当中 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感觉 而这一份共产党从来不二话 一定这么做 他看的可是比谁都严肃 报了一条消息 就是原天津市委的常委叫做皮钱生被双开 BBC这么报道说 中国媒体星期三十七号报道 原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皮钱生因为腐败而遭到指控 所以开除党籍和公职 那他文章评论说呢 那皮钱生被开除党籍 显示由中纪委对他进行的党内立案检查呢 已经结束将把他有关涉嫌的犯罪问题呢 移交给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其实就这么点事 这事就完了 但是我想说还是说那话 在把他送到法院之前 送到这个司法机关处理他之前 要把他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 也就是说大陆的司法系统 没有资格对中国共产党党员 依法进行任何的逮捕审判考察 法律对中国共产党员是不起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管辖之外 所以所有犯了罪的人都要被党先开除党籍之后 那法院才有资格把他拘留 您说是不是就这么回事 一定 所以党把法律强奸了 那邓宇交大案子结案之后呢 网上有诸多的评论 那目前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 国内著名的律师郭国庭呢 对他的案子是这么评价 说这个案子是中共精心套制的伪案 文章里呢明确提到说 郭国庭认为把邓宇交鉴定为精神病人 是相当阴险的手段 表面上看免除了邓宇交的罪责 试图平息而公众的愤怒 那想要达到的是一石双鸟的目的 所精心套制的做法并不是司法公正的结果 那根据案子的审判呢 郭国庭直接表示说这么重大的一个案子 公诉人的公诉人签的起诉书 辩护律师辩护 举证反证 然后进行法庭辩论 前后仅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据网上透露说 邓案关键人物邓德志的大哥是当地检察院副检察长 而他的父亲是当地政法委出身 所以他就反问一句 您说他里头能有多少猫腻呢 而整个审判的过程破绽就更多了 他首先提出来在整个庭上案子的过程 只是证人们把证词念了一下就了事了 没有出示任何证据 他说包括现场的血衣工具 以及现场的司法的这种技术鉴定都没有 当然了邓玉焦所用的那把小刀也没有 而针对这个案子本身 郭歌廷明确表示说邓玉焦是正当防卫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犯罪问题 而人为的把案子弄成这个模样 实际上就在强暴法律 而且是在强暴全体国人 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那国国厅一语点破真机 说为了以免除处罚来圆各方面的谎 他明确点题说 站在邓玉焦亲属的角度来讲 杀了人不用罪责 好像是获得了莫大的利益 他说其实这是个很糊涂的概念 因为他本来就无罪 根本不需要被判刑 现在你还给他强加上一顶帽子 一是精神病 二是有罪 他说因为这种判决不是无罪的判决 所以整个给后面留下了一个尾巴 而给整个家属从感情上来讲 就觉得那孩子无罪被释放 这就百分之百的满意了 至于怎么被释放 没所谓了 那这本身就可以看出是否下面有一些交易呢 应该说明眼的人都明白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 而郭国厅针对大陆很多学者认为 黄德志和邓归大的行为不构成强奸伪随 他说只是强制猥亵 那郭国厅明确表示说三个大人人最熏熏的几次把一个女孩弄成那样 你说他还不叫强奸 反问一句 那这些文化人到底什么叫强奸呢 你给画出个道道来 而针对两个律师在这个庭上所做的无罪辩护呢 郭国厅明确说 他实际两个律师是替中共当局打官司的 因为如果他真的做无罪辩护的话 就必须提出对黄德志的指控 不然你做什么无罪辩护呢 所以律师就是律师 在专家从这个角度说 专家的提出来的说法完全是站在法律的角度说的 所以你糊弄老百姓是瞎糊弄 但是你糊弄不了人家明白人 而郭国厅提出另外一个说法是 知法犯法是对所有公众的一种侵犯 他做了一个明确的比较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跟谁比较呢 就是杨家 他说当时杨家案 民间和杨家的辩护人 曾经要求精神鉴定 结果中共当局呢 拒绝进行任何鉴定 一下就把杨家杀了 而邓玉娇毫无精神病的人 却被强制的送进了精神病院 强制做精神病鉴定 最后强制给这个邓玉娇 下了一个心理有障碍的决定 所以他明确说 实际上这就是中共本身 按照自己的利益 来玩了一个花活 仅此而已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